面容诡异的女人为何当众商调 亲切的老大妈为何露出了宁笑 恐怖的诅咒弥漫在海边的小镇 无辜的人接连不断的死去 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源于此招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法国电视剧 恶灵马丽安的第一季 埃玛是一位著名的恐怖小说家 他创作的关于恶灵马丽安的恐怖小说 非常的畅销 他坚持写了十年 最近决定转变风格不再继续写下去了 马丽安是埃玛笔下凶残的恶灵 俗话说贼不走空啊 恶灵马丽安只要出手 绝不会空手而归 在授书签名的活动中 埃玛遇到了自己中学的同学卡洛丽 自打埃玛从老家离开之后 他们已经有十五年没见过面 当初他们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叫 陈传帮的小团伙 关系非常的要好 卡洛丽说自己的老妈是埃玛的书迷 而且已经走火入魔了 就因为埃玛的恐怖小说 他老妈已经把他老爸给伤害了 而且他老妈说自己就是恶灵马丽安 卡洛丽说他老妈让埃玛回老家见一面 但埃玛认为恶灵马丽安是他虚构出来 对于卡洛丽说的这一切 他觉得非常的可笑 因此也没当回事 这个时候 卡洛丽从包里拿出了一个 类似堵包肉的玩意儿 说是他老妈让转交给埃玛的 埃玛打开堵包肉 看到里面是一小组头发和一颗牙齿 卡洛丽说每天晚上 他老妈都会看着他睡觉 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卡洛丽希望埃玛尽快回去 把这件事彻底解决掉 埃玛以前经常会重复做噩梦 噩梦里的主人公 就是他笔下的恶灵马丽安 这也是他写这部恐怖小说系列的源泉 神奇的是 自从他开始写这部小说之后 就再也没有做过噩梦 但就在他决定写别的小说的这天晚上 他又开始做噩梦 他梦见被恶灵马丽安附身的 卡洛丽的老妈李大娘 冲着他不停的宁笑 催促他早一点回老家见面 转过天 埃玛刚来到公司 就看到他的中学同学卡洛丽 站在楼顶上正准备上吊 卡洛丽说 恶灵马丽安要求埃玛 必须继续写那部恐怖小说 不然他会带走埃玛的父母 卡洛丽把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扔了下去 让埃玛转交给自己的老妈李大娘 然后在大家伙的注视下上了吊 埃玛一看吓得是花质乱颤的 意识到这件事严重 他急忙往家里给父母打电话 但始终没有人接听 于是便带着女助理开车往老家赶 埃玛的老家是位于海边的一个小镇 风景宜人民风淳朴 埃玛首先来到了海边 当他正对着大海思绪万千的时候 小镇的神父牵着狗出现了 卡洛丽的那条十字架项链就是神父送的 不知道为什么 神父和那条狗对埃玛充满了敌意 神父认为埃玛就是个操把星 希望他赶快离开并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埃玛和女助理开车来到了卡洛丽家 卡洛丽的老妈李大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俩 但李大娘表情诡异 一看就不是很正常 而且对于女儿卡洛丽的死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伤心 被恶灵玛丽安附身的李大娘 找埃玛来的目的 是希望她能够继续写下去 但埃玛明确表示自己要写别的小说 李大娘一听显得非常的生气 说你现在是不是又开始做噩梦了 如果不继续写你会遭厄运的 两人一听 吓得急忙逃出了李大娘家 李大娘追到大门口威胁道 如果埃玛不继续写 她身边的亲戚朋友会和埃哥出事 埃玛和女助理回到父母家 看到门口挂着一个卡洛丽 给她那种类似堵包肉的玩意儿 埃玛和父母的关系并不好 原因是当年上中学的时候 她闯了不少祸 而且还写过一篇 讥讽老妈的小作文 最后被父母狠心 送到了500公里外的寄宿学校 因此她觉得父母并不是真的爱她 到了后半夜 当女助理下楼上卫生间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埃玛的父母居然赤身裸体的 手牵手离开了家 当被吵醒的埃玛追出去的时候 看到她父母正往森林深处走去 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埃玛在森林里寻找父母的时候 女助理接到了恶灵玛丽安的电话 而与此同时 她在门口看到了一脸猙獰的李大娘 埃玛认为 肯定是李大娘给她父母下了药了 所以才导致她父母精神不正常 离家出走 报警之后 督查很快开着车来到了埃玛家 督查是个埃玛的超级属民 干正事之前 她首先请埃玛在书上签了名 埃玛希望督查能够去搜查李大娘家 看看能不能找出她父母失踪的线索 作为回报 她会在书上为督查写上不一样的住处语 那个邪恶的赌包肉再次出现在了大门口 督查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于是便作为证据给拿走了 这个赌包肉的原形 是埃玛在小说中设计出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实中 李大娘被督查叫到警察局询问 趁着李大娘离开家 埃玛和女助理进到了李大娘家 希望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李大娘家里有间屋子锁得死死的 显得非常的神秘 当他俩正准备使用暴力强行破门而入的时候 李大娘突然回来了 一阵阵的冷笑把他俩彻底给吓尿了 李大娘拿着刀自残 逼着埃玛继续写关于玛丽安的恐怖小说 埃玛如果答应 那么他的父母很快就会回来 这二位哪见过这种场面的 吓得急忙跑出了李大娘家 督查拿着那个邪恶的赌包肉来到镇上 找到了专门经营封建迷信用品的老板 老板一看就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说这玩意是一种巫术 专门给人吓诅咒用的 埃玛在海边遇到了昔日的同学夏合 夏合也是当年沉船帮团伙的成员之一 夏合一直对埃玛有意见 因为当年他妹妹的死似乎跟埃玛有关系 而且卡洛林的伤条也是因埃玛而起 到了晚上 一些诡异的事情又开始发生了 他那位失踪的老爸的声音 不断地在埃玛的耳边吹响 催促他赶快继续写恐怖小说 不然马林安会制造更多的痛苦 埃玛家院子里有一个洞 里面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卡洛林的葬礼如期在教堂举行了 埃玛参加了葬礼 并希望李大娘能把父母还给自己 但教堂里的气氛实在是太诡异了 埃玛不敢多待 只好落荒而逃了 他在海边遇到了昔日沉船帮的几个成员 除了夏合之外 还有老抽哥胡子哥兄弟俩 几个人举杯悼念了他们的好朋友卡洛林 为了能让自己的父母回来 埃玛只好继续写那部恐怖小说 这对一个作者来说 是极其痛苦和尴尬的事情 因为小说已经结束 现在又要强行再接下去 不仅对读者 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埃玛在续片的开头 就描写了极其恐怖的一幕 一个男人为了向恶魔表忠心 不仅淹死了五头牛 还在灯塔附近吊死了五个孩子 小说中和马莲安对抗的女主人公 在棺材里被强行复活了 她还要继续同恶灵战斗 埃玛写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她老妈就回来了 而与此同时 胡子哥兄弟俩在海里 发现了被淹死的五头牛 埃玛的老妈回家之后 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 受老抽哥的邀请 埃玛带着女助理 晚上来老抽哥家做客 老抽哥一直暗恋埃玛 现如今跟一个离婚 带孩子的女人结了婚了 这个女人已经怀了老抽哥的孩子 再有一个月就要生了 心里郁闷的埃玛喝了不少酒 而且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搞得晚餐气味相当的尴尬 在老抽哥的工具房 埃玛想诱惑老抽哥来个一夜之欢 但被原则性很强的老抽哥给拒绝 等他们几个吃完饭 突然发现老抽哥的妻子不见了 此时此刻 老抽哥的妻子正和其他四个孩子 拿着绳子前往灯塔附近 他们在寻找老抽哥妻子的时候 埃玛听老抽哥说起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早上有五头牛莫名其妙的跳进了大海 埃玛一听 这一巴根就寸上一股凉气了 因为在他续写的恐怖小说中 刚好有五头牛被淹死了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 老抽哥的妻子会不会有可能去灯塔附近上吊 果不其然 埃玛小说中的情节出现了 老抽哥的妻子和其他四个孩子开始上吊 幸亏埃玛和老抽哥等人及时赶到 才避免了一起惨剧的发生 现在完全可以确定了 只要埃玛在小说中写到的恐怖情节 都会在现实中发生 女助理被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吓坏了 她决定离开埃玛一面惹祸伤身 埃玛晚上回到家 看到了督察留给她的字条 督察和医生已经替她老妈检查了身体了 并无大碍 只要在家多静养些日子就行了 第二天的一早 埃玛的老妈终于醒了 但对于离家出走之后的经历却完全不记得 埃玛的老爸现在在什么地方她也不知道 埃玛经过深思熟虑 觉得毛病出在被恶灵附身的李大娘的身上 只要把李大娘搞定了 估计这事就能解决了 此时的李大娘正在家里做邪恶的毒包容 听到敲门刚来到门口 就被埃玛一下子敲晕了 女助理本来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但她途中突然接到了出版商的电话 说埃玛违反约定 又开始写那本恐怖小说了 并且已经发在了网上 而且还是免费了 女助理一看小说中的情节吓了一跳 果然跟现实中发生的是一幕一样 埃玛把李大娘绑住之后 便开始逼问她老爸的下落 李大娘说如果埃玛继续写书 她就会放了埃玛的老爸 埃玛一看软的不行就开始来硬的 她用教堂搞来的圣水和狮子架 为李大娘去磨 但玛丽安非常的嚣张 不仅不害怕 而且还哪壶不开提哪壶 把埃玛15年前的旧伤疤给解开了 气得埃玛再次把李大娘给笑晕了 这个时候埃玛接到了督查的电话 说她的老爸找到了 原来督查经过对埃玛老妈身上的残留物的分析 发现这种化学物质只能存在于镇上的老实验室 督查顺藤摸瓜 果然在实验室里找到了正跪在地上的埃玛的老爸 房顶上悬挂着十几个邪恶的毒包肉 正是这玩意儿在控制着埃玛老爸的意识 使她根本就无法动态 当埃玛从医院回到家 发现门口是一片血迹 进屋一看 她老妈已经崛起身亡了 这显然是恶灵马丽安干的 埃玛这才意识到 恶灵马丽安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好的 她来到楼上 看到李大娘正手持肩头冲着她宁笑的 愤怒的埃玛上去就掐住了李大娘的脖子 这个时候女助理刚好赶到 及时把李大娘给救了 但马丽安突然陷了震身 把女助理吓得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而马丽安则从李大娘的身上飘然而去 寻找下一个宿主去了 为老妈举行完葬礼 督查找到了埃玛 说李大娘已经被正式指控犯我谋杀罪 现在李大娘已经苏醒了 想跟埃玛好好谈谈 已经被马丽安夺去双眼的李大娘 向埃玛做了忏悔 说自己被马丽安带到了黑水边 她所做的一切全都是身目有紧 李大娘告诉埃玛 其实早在埃玛出生前 马丽安就存在 马丽安和埃玛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但更多的细节她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有一点她知道 如果埃玛不继续写那本 关于马丽安的恐怖小说 小镇上将会有更多的人遭遇灾难 接下来就是寻找马丽安 然后将其除掉 督查主动承担起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她带人来到李大娘家 在那间紧锁的房间里 他们找到了李大娘的老公 同样的情况是 在李大娘老公的头顶周围 悬挂着十几个邪恶的毒包肉 旁边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本 关于恶魔的笔记 上面印有一枚神秘的图章 督查拿着笔记本 再次找到了精英封建 迷信用品的店老板 店老板说 这个笔记很久以前 本地的女巫曾用过 主要是用来羞辱上帝的 而当年审判女巫的报告 就保存在教堂里 晚上督查来到教堂 撬开抽屉上的锁 把审判女巫的记录拿到了手 这时候神父刚好回来 把她给堵住了 督查不敢恋战 虚晃一招仨子就聊了 督查拿着审判报告 再次找到了精英封建 迷信用品的老板 老板说 那枚图章是恶魔布瑞斯的图章 这个布瑞斯是个大魔王 统率着85个地域军团 在笔记本上 使用这个图章的人 一定与恶魔有着某种联系 店老板认为 督查调查这件事 一定会有恶运的 也许他们俩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的 晚上埃马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老抽哥的老婆要生孩子 希望他能过去见证这一刻 埃马来到产房 看到其他人都在 但生产的过程并不顺利 恶灵马丽安突然从里边钻了出来 闹了半天 原来是埃马做了一个噩梦 醒来之后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他真的接到了老抽哥的老婆 要生孩子的电话 他来到产房之前 意识到可能要出大事了 但结果却跟他的梦不一样 老抽哥顺利的当上了爸爸 晚上督查开始翻看 那本女巫审判记录 马丽安生于1587年 是一个铁匠的女儿 在马丽安7岁那年 她的家中失火了 奇怪的是 在大火中活下来的 只有马丽安和她的猫 之后马丽安在修道院 被修女没养大 有一年修道院被威仪四女 除了马丽安和她的猫 所有的圣族全都死掉了 16岁的时候 马丽安嫁给了敲钟人 并很快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 但在孩子三个月大的时候 不幸被炉火给烧死了 后来马丽安又生了两个孩子 在一个黄昏 马丽安带着俩孩子去森林玩耍 但晚饭的时候 只有她一个人回来了 并于当晚杀了自己的老公 传说在魔鬼的见证下 她嫁给了大魔王布瑞斯 所有人都认为马丽安被诅咒了 后来官方因为谋杀罪 逮捕了马丽安 并且很快将其吊死了 临死前 马丽安大声疾呼 发誓会回来夺走所有人的孩子 让他们全都生命如此 马丽安死后 人们在她的尸体上飙上十字架 然后埋在了一米五身的地下 她与魔鬼签订的契约 也同时被烧毁 这样马丽安的灵魂才能得到释放 不然马丽安也不会出现 由于埃马一直不肯继续写书 马丽安开始霍霍她的亲戚朋友了 她首先拿胡子哥的弟弟开刀 这个善良正直 并且一直疯狂暗恋着埃马的有志青年 在一个深夜离奇时钟 搞完胡子哥的弟弟 马丽安又来夏合家吓唬人玩 夏合家妹妹在15年前 因为一次意外死去了 马丽安变成她妹妹的样子 说自己的死跟埃马有关系 紧接着马丽安又附在了女助理的身上 把老臭哥刚出生的孩子给偷走 水是有圆的 树是有根的 马丽安一直跟埃马过不去 一定是有原因的 这件事还得追溯到15年前 15年前这拨人的长相 跟现在的区别还是蛮大的 由于埃马经常碰到恶灵马丽安 而且一坐恶魔就尿床 因此每天搞得非常的狼狈 当年的夏合还留着默契干头 看上去就像个嬉皮士 当年的卡洛林 也和被吊死的那位一点都不像 当听说埃马总是被恶魔困扰 作为天主教徒的卡洛林 便提议来一次招婚 提醒马丽安不要再骚扰埃马 晚上他们来到灯塔附近的学校 在教室里开始了招婚仪式 这次的招婚非常成功 他们如愿以偿的把马丽安给惹毛了 马丽安当场就附在了埃马的身上 并对现场的每个人下了诅咒 比如卡洛林的上吊自杀 夏合妹妹的死 老抽哥将来孩子的失踪 以及胡子哥弟弟的悲害 马丽安说完之后就离开了埃马的身体 这些人根本就不相信真的有鬼 他们都认为是埃马搞的恶作剧 无论埃马怎么解释他们也不听 尤其是夏合对埃马非常的生气 为了挽回和夏合的关系 埃马到学校找到了夏合的妹妹 企图通过他妹妹来向夏合解释一切 夏合的妹妹露斯是一个人小鬼大的机灵鬼 他抢走埃马的手机 希望跟埃马玩捉名藏的游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马丽安的诅咒应验了 路斯藏在了冰柜里 马丽安随手把冰柜的锁扣给扣上 埃马在寻找路斯的过程中 马丽安利用巫术转移走了埃马的视线 当他最终找到路斯的时候 路斯已经被冻死在了冰柜里 为了逃避这一切 埃马隐瞒了真相 并没有说出他当时在现场的事实 他把路斯的玩具猴扔进了大海里 但马丽安岂能放过他 把那只湿漉漉的玩具猴捡回来 放在了埃马的窗头柜上 眼瞅着事态变得越来越不可控 埃马只好到教堂求助于神父 他向神父讲述了自己的噩梦 招魂到路斯被冻死的过程 听了埃马的讲述 神父意识到事情严重 他告诉埃马 恶灵马丽安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一直跟着埃马 如果不想自己的亲戚朋友受到伤害 埃马就必须远离家乡 但离开家乡必须找个合适的理由才行 神父让他自我毁灭 在小镇上搞事情 于是埃马开始在小镇上搞破坏了 既然是神父交给他的损招 那么埃马首先就从神父身上下手 他拿着工具直接把教堂给强拆了 紧接着又干了很多不可饶恕的事 从一个人见人爱的乖乖女 变成了捣弹鬼 小镇上的人怨声载道 最后他老妈实在没办法的 把他送到了五百里歪的基督学校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埃马开始写小说了 并在小说中创造出了女主来对抗马丽安 晚上埃马正在和督查商量对策的时候 老抽隔不清子来了 说马丽安把他刚出生的儿子给抓走了 为了能收拾马丽安 督查这些天可做了不少工作 他仔细阅读了埃马写的每一本 关于马丽安的小说 发现其中的很多情节都在现实中发生了 埃马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这些悲剧全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既然是这样 老抽隔有了一个主意 让埃马在小说中把马丽安给挟死 但督查觉得没那么简单 马丽安是恶魔的老婆 如果这么轻易都能干掉马丽安 那后两集就没法拍 于是大家伙决定按照督查的办法做 去到当年招魂的学校 再一次把马丽安给召唤出来 督查的办法是 先打听出老抽隔孩子的下落 然后再把马丽安引到神父的那条狗的身体里 本来马丽安正在女助理的身体里 一听有人喊他的名字 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他知道这帮凡复苏子再给自己下套 于是决定先暗兵不动 等这帮人放松了警惕 再过去大看杀戒 马丽安一直没出现 督查等人认为马丽安可能去了外地 于是便决定在教室里过夜 等等再说 到了后半夜 马丽安认为这帮人应该都睡了 于是便来到了学校 他首先出现在了督查的镜子里 然后附在了督查的身上 这个搜主意是督查想出来的 所以他首先要拿督查开刀 督查意识到自己被附身之后 为了不伤害大家 他毅然绝缘地开枪自杀了 既然当年马丽安被吊死 并埋在了地下 而且还用石子架震住了 为什么又能祸害人间呢 原来当年神父下到坑内 准备烧掉马丽安和魔鬼的契约的时候 由于害怕 契约并没有完全被烧毁 督查自杀之后 失去了宿主的马丽安 变成了一个孤魂野鬼 大家伙一看 马丽安从督查的体内出来了 由于都担心被附身 一个个比狗跑的都快 既然狗跑的最慢 马丽安只好推而休息四 暂时先附在了狗的身上 狗站在引擎盖上和艾玛对视 人看看狗 狗看看人 艾玛知道对方来者不善 于是从手套箱里拿锤把手枪 决定丑机会把狗给干掉 夏合和老抽哥刚跑进原来的教室 就看到了当年他妹妹撸死了那只玩具猴 马丽安借用玩具猴的嘴 不断的刺激夏合和老抽哥 然后又变成夏合的妹妹 露子的样子挑不理解 说艾玛只要在星期二继续写小说 老抽哥的孩子就会回来 还说露子死的时候 艾玛就在进场 这二位一听全都不淡定 胡子哥则跑到了海边 然后遇到了他那位失踪多知的弟弟 他弟弟说自己被囚禁了 如果艾玛能在星期二继续写小说 那么他就可以回来 如果不写的话 下一个倒霉的就是夏合 为了保护自己的好朋友 为了让弟弟回来 胡子哥答应去游说艾玛继续写作 几个人重新聚在一起之后 马丽安上去就把夏合胖揍了一顿 到底是为了自己的亲人朋友 继续写书从而伤害更多的人 还是为了其他人 让自己身边的人遭殃 艾玛陷入了痛苦的折磨之中 他希望大家一起同马丽安抗争 但老抽哥为了自己的儿子 胡子哥为了自己的弟弟 都劝说艾玛必须继续写作 这个时候夏合问起了露子的字音 艾玛承认当年露子死的时候 对目前严峻的形势 一直深爱着艾玛的胡子哥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如果马丽安能够听到 他宁愿自己被抓 也要保护艾玛的安全 马丽安听到了 并且甚为感动 为了满足胡子哥的愿望 他直接把胡子哥 在艾玛的面前带走了 马丽安把胡子哥带到了灯塔上 并且很快干掉了 这个慰爱现身的男人 本来还在犹豫的艾玛屈服了 答应继续写小说 马丽安虽然恶毒 但言而有心 比有些人强多了 当艾玛开始继续写小说之后 他把老抽哥的孩子送回来 心情大好的老抽哥 晚上摸到了艾玛家 也许是为了感谢艾玛 也许是为了别的 老抽哥一反常态 这位对婚姻秉持着严肃态度的男人 跟艾玛发生了不可描述之事 第二天一早 当艾玛醒来的时候 老抽哥已经顺着窗户溜走了 这个时候神父黑着脸出现了 并且举起十字架 冲着艾玛念经文 一副驱魔的姿态 艾玛刚想反抗 就被神父给撬运了 艾玛艰难的往楼上爬 神父则在后面跟着 并不断的殴打艾玛 嘴里也巴拉巴拉的说都不听 两人来到楼上 神父发现艾玛居然又开始写作 这可把他吓得不轻 神父认为此时艾玛和玛丽安 已经融为了一体 他试图把玛丽安从艾玛的身上驱走 但为时已晚 玛丽安借用艾玛的手 开枪打仗了神父 艾玛希望神父能救救自己 但神父表示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 原来在艾玛小的时候 就和玛丽安有个接触 神父说这个镇上的人 全都是当年惩罚过玛丽安的人的后代 他现在这么做 都是为了实现当初立下的都市 艾玛的灵魂来到楼下 按照玛丽安的指引 掀开了院子里的小木屋 小木屋下面的那个黑洞 就是玛丽安所在的坟墓 他从黑洞里把玛丽安拽了出来 一看这位大姐长得还真不错 玛丽安拉着艾玛的手 准备前往黑水河边 去拜见自己的老公大摩布瑞斯 灵魂已经跟着玛丽安 前往黑水河边的艾玛 真实已经变得非常冷酷了 脸上的表情跟平时都不一样 神父一看大事不好就想撒子跑 但由于腿上有伤 不慎跌倒在了楼梯口 玛丽安借用艾玛的手 把神父捅成了重伤 不过艾玛的精神 并没有彻底被玛丽安控制 当夏合来到家里找他的手 他用残存的意识放走了夏合 而与此同时 艾玛的灵魂也放开了玛丽安的手 他在用自己的意识 极力和玛丽安对抗 虔诚的神父虽然身中数刀 但他还是受到了上帝的眷顾 他拼尽所有的力气 爬到了玛丽安的坟墓前 把一桶汽油给倒了进去 此时的艾玛已经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他意识到只有死 才能彻底的解脱 才能挽救所有的人 但玛丽安却不允许艾玛死去 当夏合返回到艾玛家 准备帮助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 看到玛丽安正在阻止艾玛自杀 当神父这边刚打着火 玛丽安一把就把他拽进了坟墓 玛丽安的肉身 和那张跟魔鬼签的契约都还在 艾玛最终开枪了 但是却被夏合给救了 而与此同时 天生神力的神父 挣脱了魔鬼的纠缠 点着了坟墓里的尸体和契约 熊熊大火腾空而起 将恶灵玛丽安化为了灰烬 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正如传说中的那样 玛丽安从来不会空手而归的 艾玛和女助理开车返回城里 途中经过了老抽哥家 艾玛想跟老抽哥道个别 当他提起那天晚上 两人的一夜之欢的时候 老抽哥一连的密码 声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 而且他的道德观 也不允许他这样做 老抽哥的态度 让艾玛的尾巴根 禁不住窜上了一股凉气 更糟糕的是 途中艾玛用烟运棒一侧 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 这事肯定不是马丽安干的 他怀了恶魔的孩子 看完这第一季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亲情友情和爱情 缺了哪样都不行 好好珍惜身边人 来生才能再相逢